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楞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楞言一千日 第447日 主题 现身愿求 宿满众愿 经文段落 复赐阿兰 若有女人未生男女 欲求孕者 若能置心意念思咒 或能身上带子 希达多波达拉者 变身福德智慧男女 求偿命者 急得偿命 欲求果报速圆满者 速得圆满 生命色力 异负如是 命中之后 随愿往生十方国土 毕地不生边地下贱 何况杂行 经文 消文 生命色力 为身体健康 受命延长 行色端正 经历强壮 边地下贱 边地指没有佛法的活度 下贱指出身 种姓 职业或社会地位 杂行指地狱恶鬼等 杂行异报 师父 师父们愿言 禅期时 至心意念 献身愿求 肃满 众愿 以上第三组 消文至子 恭请建徽法师 慈悲开示 阿弥陀佛 各位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秒懂楝言一千日 第四百四十七日 我们要继续谈楝言咒的书圣 楝言咒呢 在初世间法 可以让持诵者 得到龙天的护佑 而速速成佛 那所谓的心想事成 那现在呢 在讲 世间法 依然是让众生 随愿满愿 这个心愿呢 有什么呢 在这边呢 阿难他 这个继续了解 佛陀讲 若有女人 未生男女 欲求运者 若能至心意念思咒 或能身上带此 希达多波达那者 便生福德 智慧男女 这边呢 讲到什么 讲到 从生到死 这里 是生是大事 死也是大事 那如果呢 有人 想要生 那要来投胎 那你要投胎呢 你要投生到哪里呢 你要投生作为人 还是作为畜生 还是做到天上 那总是呢 要有一个生的地方 那生 既然要生 这个人类啊 不是凭空而生 他不是 这个一颗石头就蹦出来 或者是在马巢当中 就捡到了一个婴儿 他一定有一个谁来生他 因为人类是胎生的动物 那如果是胎生呢 胎生是不是要有一个女人 能够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姻缘 要受孕 所以这里讲 若有女人未生男女 她还没有生到小孩 那想要得到一个小孩 或者是想要生一个小孩 欲求孕者 那所有的人 能够生小孩啊 总是想要生 一个福德端正 有智慧的孩子嘛 不管是男的是女的 那当然也有人是 有更多的希望啦 我希望生个男的 我希望生个女的 但是其实呢 不管你想要生哪一个 就要生健康的 要生有智慧的 那如果能够长得好看 那当然更好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六根健全的概念 那如果持咒能不能够满怨呢 那当然了 这里讲到的就是 变身福德智慧男女 他讲第一个 自心意念思咒 你在持咒把这个咒背起来 而且非常诚恨 或者是身上带着 这很多人很喜欢这样 身上带着 西达多波达那者 变身福德智慧男女 他今天呢 为什么会愿意带 表示他对这个楞严咒 是有一个善根 有信念 那当然 这个是最殊胜的 重点不是 那个咒啊 他可以保护这个人 而是 这个咒呢 在意念的时候 在 这个身上带着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跟咒力相应 跟佛菩萨的心相应 那自然就会感应到 这种福德智慧的男胎 或者是女胎 这种缘分 所以这是第一 这个生 要这样子来发心 那再来呢 生了之后 当然希望活得好 求偿命者 即得偿命 欲求果报 素圆满者 素得圆满 生命 色利 亦复如是 你要求什么呢 很多人求 偿命啊 那要偿命 不是只有 命过很久 而是呢 在这个偿命当中 通常是 没有生病 就可以很偿命嘛 那还有 你想要得到任何的圆满 任何的果报 例如说我要事业圆满 我要爱情圆满 我要人缘圆满 我任何一件事情 我都希望能够圆满 包括现在 我们要让大家的道业 素素圆满 或者是呢 智慧 或者是自己 不管是你要什么结果 凡事呢 希望得到圆满的果报的 那 素得圆满 表示你求什么 得什么 好 这个身呢 就是身体健康 相貌端严 命就是偿命 百岁 色 就是整个外相 还有呢 你所得的这些东西 包括 衣食住行 那你的这个 圆满之相 然后再来 力气 力指的是你的力量 那生命色力 亦复如是 举例 就是 我们一般所求 不外乎 健康 那是很有权力 名利 财色 你是很有地位 那这个就包括在 生命色力当中 那我们要求的 这个世间的 所有一切圆满 那都能够由 这一个 愣言神咒的力量 让他加速 好 那再来呢 命中 就是到往生的 从生 然后到这一生的过程 乃至于到命中 往生 那往生呢 就 谁愿往生 十方国土 必定不生 边地下贱 何况扎行 更无好法 那这件事情 很重要 我们一般呢 就想 没关系 我的人生 无求 那无求 可是你总是希望 所谓的无求 就是没灾 那没有灾难呢 没有阻碍 那当然也是一种求 我只是求平安 那难道 这个不是求吗 这也是求啊 所以我们说 不是奢求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 基本就是 我生的时候 是安乐 活着的时候 也能够 远离恐惧 远离这些灾难 那命中 那当然希望去好的地方啊 不要说 没关系 那反正我烂命一条 我也不怕 地狱我也不怕 那很多人呢 他以为啊 他不怕 其实是因为 他还没有遇到 而且现在 身在福中 不知福 现在过得很好 所以他会想象 他觉得不怕 那事实上呢 如果真的知道啊 现在过得很好 那你就要发愿 继续要维持 现在的平安 现在的健康 那有一天呢 我们能不能够 继续享有这样子的 安稳的状态呢 如果你没有修行 或者是没有正面 有一天是福报会想尽的 包括你在天上啊 有的天人 每天就是很快乐 乐不思蜀 等到他哪一天呢 福报用尽了 往下掉 这时候呢 教田田不应 教地地不灵 那所以要知道 学佛不是在求 我通通的灾难 通通都不要发生 全部都保佑我 而是当我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能够让自己的智慧现前 你要知道啊 这个智慧 就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做把握 做选择 那当然呢 在死之后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还不明白 包括呢 现在活着的所有的人 你去问他 死了以后是什么啊 他会跟你说 我又没有死过 所以呢 我们对于命中之后啊 其实是不清楚的 那是现在不清楚哦 但是 有没有命中之后的选项呢 今天来学佛啊 至少要知道 如果有来生 你总是要找有把握的来生 那有把握的来生是什么呢 在佛法里面就讲啊 你要往生 就往好的地方 往生嘛 就是这一生往生 死了之后 你要往生的地方 要生到哪里呢 谁愿往生 十方国土 那十方国土是东方西方 南方北方 东北西北 东南西南上下 意思就是任何一方 那任何一方里面呢 你不是说 我去那里就好 或者是有人说 我要来回到地球 那说不定地球那时候 就已经毁灭了 不知道 但是只要你到的地方 必定不生 边地下见 就是第一 要有佛法 要有佛法的地方啊 要有佛菩萨 就像我们说 东方有佛 西方有佛 但是呢 这个有佛的地方啊 有的在边地 就是 虽然像现在 说佛世界 佛法还存在啊 看起来好像很兴盛 甚至于在台湾 常常都可以看得到各种庙 各种信仰 很多 甚至于呢 佛教 还有电视台 网路上也很多资源 但是呢 你说 有没有人活在这个地时代 还是不认识佛法 很多啊 那他是什么原因 他就是叫做生在边地 明明就是在有佛法的地方哦 说不定就隔壁就一间庙哦 或者是道场 自己的家人 里面就有人是出家人哦 那道场就在我的这个城镇哦 但是呢 他还是活在边地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佛 也没有想要学佛 甚至于 见到出家师父啊 他也不知道 哦 这个是出家师父 这个就是生在边地 什么叫边地 就是没有佛法 他的边地在哪里呢 在内心当中 他自己就把自己 把挤到佛法的边边 这叫边地啦 就是生不逢时 不闻佛法这样 那下界呢 就是他的 这个地位 在印度有四种阶级 那有的阶级呢 每天就只能一直忙碌 他没有时间去修行 学佛 那不管是人 或者是畜生 或者是呢 在一个很低贱的地方啊 那他就没有办法修行 好 再来杂行 杂行呢 就是除了人之外 其他的类别 地狱恶鬼畜生 那这些呢 就是很混杂的 那命中之后呢 至少如果你持着任言神咒啊 他至少就是保有你可以修行的机会 听闻佛法的因缘 是这样子 你要知道那是因为你很有福报 很有善根 听到了有功课啊 有佛法啊 是很欢喜的 那这种人是很有福报 有很多人呢 他根本都不知道 那这个就是什么 就叫做边地下肩 所以不是骂人 说你们去死好了 不是 是我们要知道 每个人都会往生 命中之后呢 自己要保有自己 有机会有这个善根 来修行 那的确呢 师父在这么多年啊 有时候有看到很多人 他真的很有善根 你说佛法有得到什么吗 他也没有说来这边就会赚到钱啊 得到什么啊 或者是呢 他可以变成名阳四海 也都没有啊 可是为什么他愿意来发心 来修行 来听佛法 各位你现在在线上来学习 这个就是你的善根 那为什么你会愿意呢 有时候好像很自然 好像很简单 其实那个就是身后的善根 会跟佛陀的教法相应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有这样子的因 那果报当然就会圆满 好以上呢 是从生到死的 所谓愿圆满的内容 我们来看看这一组 有没有要分享 师父吉祥 首先我要先分享 我在跟着 禅宴一起打了这个整个完整的禅期以后的感想 非常感恩禅院给我们这个机会 跟着师父们一起禅宿 我觉得非常设心 我也收获非常大 有一个感悟就是我在听师父的开示的时候 其实师父的开示时间是蛮长的 就是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吧 但是我每次听师父的开示 我感觉哈 时间过得非常快 就是感觉过了几分钟而已 然后倒数快结束 禅宿的第二天 我马上我还做了个梦 木念亲自到会场去了 然后连师父那个喝水的杯子 我都清清楚楚的梦到了 然后我想给师父去洗杯子 给师父倒水 我觉得非常真实 那个好像也是讲的 就是我的第六意识吧 有这个愿望想去 真的到达会场了 感觉梦里很真实 也很愉悦 这个就是 这个梦里明明有六句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个梦里梦外 就是这个禅期以后 我得到的感想就是 这个梦里和梦外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就是说 人的所有的镜像 都是由心眼而产生 就是体现了那个 《花言经》里面 那个四句记 也是 心如工画师 能照诸世间 我运稀从生 无法而不照 这是一个分享 我觉得非常殊胜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刚才那个 发展师 用他的女儿 也出来消闻了 平时呢 我其实没有 有意的让我家的儿子 去接触佛法 但是有时候呢 我会听网课的时候呢 师父开始 他也在旁边去听 有一次听师父 有一次听师父开示 那个说那句 羊死为人 人死为羊 那句话 他给我讲 他记住了 他说师父 开示的非常有道理 说得非常好 说他讲我记住了 他平时 其实我没有 刻意地让他去听 但是就是说 耳朵木染 我学佛的时候 他也 其实他也 刻意地记住了 我觉得 有时候我会 就是影响他讲 比如我说 在学校里 你要给学生 同学怎么相处 就是我们没有 从来没有讲 就是佛法 就是我学佛以后 有什么佛法的道理 就跟他讲 我就是讲 平时的让他 去怎么样做 有时候我会让他念佛号 他会过来反馈的呢 就是说妈妈 我听你的话 我念佛号是很有 很有帮助 我觉得很有用 然后他讲 然后他小小的 懂了一点 英国的道理 他就讲 有一位同学 他就是说 做了 全心做了坏事 他马上就会有后报 他没有后报 他知道了英国的道理 我说那好 你要多为同学做好事 然后你自己也能受益 然后这样 然后呢 我就一直有这个愿望 就是说 我们学佛的时候 到了一定年限 才想起来学佛 然后我想 有一个愿望 让我们的后生代 他也能早早地接触佛法 然后对以后 他们的人生学习 就会非常有益 就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 他都是科学理论的多 然后 因为佛法 它是需要 佛法是心法 它是需要体悟修正的 需要让我们放下 无欲无求 然后这个 在世间的学习 它需要竞争 它需要科学理论 它需要辨证思维 就是我一直有一个纠结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的新生代 去接受这个 就是佛法的教育 然后在学同时 现代科学的理论时候 他的内心没有一种 矛盾和冲突呢 怎样让两者 比较可以相互的包容 然后人和 然后因为他是这个孩子嘛 他我觉得呢 从小越接触越早越好 佛法 我希望让他先入为主 就是这个方面 我可能还没有开智慧 还不知道怎么去开导 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刚才看到 发展时经呢 他的女儿也出来消闻了 然后我就也有这个打算 让我的儿的疑惑 也出来消闻 锻炼一下 师父 麻烦你 来个词力开示一下 阿弥陀佛 佛法不妨碍 他不是不让你优秀 你可以成为优秀的人上人 过去佛陀呢 他为什么能够射受这么多人 他是天人师 为什么能够射受这么多的外道 甚至于像加色尊者的这样子的很优秀的人 不是学佛之后就要变成没有竞争力 学佛之后呢 学任何事情 就是专注 专注就是禅定 保持清醒就是智慧 受持五戒就是负责 我是学生 我把所有的科目 我都学习的很透彻 上课专心 听老师 讲授知识 在知识的追求上 希望能够彻底 那佛法 其实就是一个 非常有实验精神的 科学之法 因为他讲 如是因如是果 佛教讲的是比现代的任何知识都还要圆满 所以你不妨碍追求世间的所有的知识 因为这个知识呢 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所有的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环节 那这个学习这些道理啊 这一切法就是佛法 佛法不是只有念佛 不是只有拜佛 那佛法呢 是在讲 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心态是健康的 我在学校呢 我跟同学相处的很好 可是是非对错要很清楚 如果跟坏同学都相处的很好 那跟好同学都没办法相处 那这个也不叫做相处的很好 而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人缘很好的人 我们不害人 但是要有正知正见 我们作为这个成绩表现很优秀 但是不会傲慢而霸凌别人 那我们如果成绩没有那么好 我们不会嫉妒人 想办法呢 在背后放冷箭 造谣生是非 其实这些呢 都不妨碍 没有离开五界 不杀生 就是慈悲 就是人 保持人德 不偷盗 你自己脚踏实地 待做功课就做功课 待在家里面呢 负责任就负责任 能够有办法的话 我们就在多帮助别人修布施 这个就是不偷盗 不邪淫 那个男女关系不要乱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心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那个性意识的观念 有时候在学 那学一些表象 学一些邪念 就没有办法把感情这件事情 做很好的调整 或者是很好的对待 互相要尊重 那这个是佛陀讲 不邪淫的一个 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有的人就以为 这个学佛就是 什么都不要 其实不是 佛陀讲啊 修一切善 不执着一切善 即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为什么要修一切善呢 表示呢 以这个佛法教我们要 什么事情都是要圆满 用圆满的目标来努力 所以要做啊 不是通通放下 那什么时候要放下 你要往生的时候 你当然全部都要放下啊 可是你现在活着 那什么都要做 人在哪里 心在哪里 我是什么位置 我就把这个位置 给扮演的恰到好处 那这样子 世间法跟初世间法 都不会冲突 如果会冲突 那表示我们 哎呀要重新学 把佛经拿来 好好读一读 因为我们常常会被 自己错误的观念 教育 学佛就是放下啦 学佛就是放空啦 学佛就是怎么样 那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 都没有经过大脑 就以为这个就是学佛 学佛很好啊 但是大家在讲来讲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正确的去判断它 合不合理呢 如果是佛法 它已经符合世间法 也符合出世间法 那佛陀要叫我们放下什么 放下贪嗔痴啊 并不是叫我们放下努力啊 佛陀还是世界上最精进的人 他才成佛的呢 所以呢 一定要搞清楚 并不是叫我们通通都啊 是像贾宝玉这样子去出家啊 贾宝玉也不是学佛啊 他是因为家破人亡 他没办法啊啊 所以啊 要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佛教徒啊 不是一直一直都是一知半解的佛教徒 这样子你的孩子啊 有一天他就是会一直是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乃至于呢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谢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 应该是算任言之后的神奇 因为是听很多事情在分享 我也不知道 因为弟子今年那个12月底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车祸 那在乡间的路上两台车子相撞 结果撞的车子应该都报废了 那结果很多东西都移位了 那结果去看到现场的时候 原来是因为车子上有一个佛像 都没有动 那个菩萨像也都没有动 那最后一本小小本的嫩言神咒就在那里 那是因为事后 事后发生了看到现场的时候 原来有一本嫩言神咒 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嫩言神咒是什么 那本应该是人家跟我结缘的 或者是我在那个之前在地上剪刀 不晓得就放在车子上 那结果可能是因为这一次的幸运 结果让自己身体都没有受伤 这是以上对嫩言之后的分享 跟各位分享一下 谢谢阿弥陀佛 谢谢听到了赶快去放在自己车上一本 真的很重要 当然这是一个善根 不管你是怎么得到的 有人跟你结缘 或者是自己看到有人丢在地上 你就舍不得 觉得这样对佛陀不好 不恭敬 赶快拿起来 摆在自己的车上 这个都是一个善念 一个善念 其实就是避了很多灾 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是一直在一个善的法界 那心是会遭感到外境 如果你的心是亲近的 然后在愣言经里面也讲 如果心是平的 世界就是平的 如果心是不满的 世界就总是有各式各样的 是 那如果心是亲近的 你看到这个世界就是亲近的 同样的我们的心都有诸佛菩萨 那你在哪个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够逢凶化己 遇难成想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希望说 遇到的这些灾难 然后我都大难不死 最好都没有灾难 这当然是最殊胜的 那也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这个世界 带来更多的正面的力量 那这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 那你自己要觉得你自己是有使命感的 我是一个佛弟子 我希望至少自己的心是能够如佛一般 常随佛学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好 谢谢焕文的分享 谢谢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